那我是林美鳥團的團長 我叫葉慈榮 然後我也是今天的主持人 然後我們等一下的那個行程安排呢 就是 欸 離而七點半會到 因為他現在有一個活動 他現在有一個演講 對 然後正在講 然後他等一下就會到了 七點半開始 那因為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不知道大家要不要 稍微講一下大家對於這個題目的看法 沒有要講喔 好 有人舉手啦 來 快點快點 芬蘭姐 對對對 我非 我 沒事 來 芬蘭姐妳先坐在這裡一下嗎 好 我覺得我們的廢格條件 的確是比德國還要好 因為 德國的核電廠很多 然後他們已經運轉 運轉也很久 可是我就記得 那個 他們在2000年的時候 當時要廢核 可是他必須要跟這些核電業者 做很多的妥協 所以當時是被他們人是壓著走 雖然當時公布了說2020年其實就要全部廢核 可是他們就還是答應很多其他的條件 台灣第一 我們的核四還沒有運轉 第二 我們還算是這個目前還是國營企業 那所以只要國家政府政策確定 那我們不能廢核 所以我們從這一點看 我們就比德國的廢核條件還要好 好 我們謝謝芬蘭姐的分享 那我們就請主獎人 主獎人剛好到了 等一下請主獎人來坐在上面 然後我都要一起嗎 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劉莉兒小姐 呂日作家 然後來這裡 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日本 日本在311輔導核災之後的一些日本的現況 然後同時呢 劉姐這次回來也是想要告訴我們說 台灣其實有非常好的廢核的條件 那我們現在就來聽聽她怎麼說 謝謝 謝謝各位今天晚上 就是這種清風苦雨的時候 還願意來這裡聽我說這些事情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就是核電問題好像是核四問題 那像就是去年我們把核四封存之後 很多人都還說我們該準備慶祝啊 核電問題已經結束了 其實是核電的問題在我看來是最近才 是現在才要開始 而且是非常非常 就是說它是現在 過去現在或是未來 都是台灣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災難 那我所以就是長這三四年來 會這麼很想要回來一直說這些事情 就是因為 因為台灣實在是那個 對在有核電的國家裡面 對核電的依賴是全球最低的 我們對核電依賴是有核電國家裡面 最依賴最低最低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要廢核是全世界最簡單的一個國家 那而且就是說我們就是完全不需要核電 核電我們不需要這些全世界最危險的核電廠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我就第一個我就很想就是告訴大家 說台灣大家都知道 台灣第一個理由是不能是因為 台灣實在太小了 台灣只有日本的面積的十分之一 那日本會說他們現在是一個福島核災 如果他們再來一次核災 那日本就亡國了 可是台灣是一次就亡國的 台灣是一次更核災都進不起的 那很多人說不會啊 福島核災不是已經四年都沒事了 那現在台灣 我不知道從哪裡來一大堆資訊 連日本都沒在放的 說福島已經東西全部可以吃了 然後大家都可以去福島玩了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有這樣的資訊 連日本國內自己都沒這樣的資訊 那因為事實上福島現在 烏覽還依然非常非常嚴重 那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說福島現在到底是怎樣呢 福島其實完全是一個現在進行式 而且四年下來 就是說日本政府其實是非常棘手 非常措手無策的 完全不知道要怎麼辦 那它的難題還在 可是政府它以日本政府的立場 它是還想要拼命要去掩蓋這個真相 那因為他們第一個 他們2020年就要舉辦東京奧運 然後日本大家都知道 它是想維持它準核武國家的地位 所以它要繼續用核電來溫存它的核武技術 然後第三點就是說 因為日本上它是一個核電的出口國家 他們還在不斷想要對伊朗啦 對印尼啦 對越南去出口他們的核電設備 所以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 它有它的想法 可是福島核災之後 日本有重啟核電了嗎? 他們只有在2012年的夏天 就是被關西電力公司恐嚇說 如果今年夏天不重啟 就他們就會就是電力會不夠 有曾經稍微重啟了一下 就是大半的兩個核電廠 可是那樣子的話 也在2013年的9月就停掉了 所以從2014年 2014年這一整年 日本是完全是一個零核電的年 都也完全沒有問題 那很多人 台灣已經很多人說 日本不是已經重啟了吧? 日本沒有重啟 這件事情就是說要再次聲明 日本是到現在為止 也還沒有重啟喔 因為我喉嚨不是很大 所以我想把它拉起來一點 才不會說 沒關係啦 我還是在你的說話 對我來說比較舒服 謝謝 那個 因為就是說 日本到現在還沒有重啟喔 而且他們本來說 今年春天要重啟 也不會重啟 還有說是 今年夏天 渴望會重啟 其實也不會重啟 暫時都還不會重啟 雖然他們在摘後 把一度把所有的核電廠都停下來 然後做徹底的檢查 然後看看哪些是應該要廢掉 哪些還可以用的 然後號稱是制定了一個 全世界比較嚴格的一個基準 然後符合那個基準才可以重啟 那現在是有通過兩個核電廠喔 四個爐是說可以重啟 可是事實上 腰道重啟是還很困難 因為日本民意非常非常反對 那如果就是要是根據就是 日本這個新的這個基準的話 那台灣的核電廠都不知道會 要費多少次都費不夠喔 所有的基準完全不符合 日本現在新的基準 所以我不知道台灣的就是 那些核電班或是主張有護核電人 他們在樂 在一直很樂樂說日本快要重啟了 他們在樂什麼 要是根據日本的基準的話 就說像你在那個火段城旁邊啊 或是你是1980年以後 你之前運轉的啊 因為你的管線沒有辦法換成防火的管線的話 那你也要全部要停轉喔 或是你那個爐是完全就根本是老朽爐喔 那就出過什麼各式各樣的問題喔 那這一詳細的問題喔 我們待會兒再稍微再說清楚一點 那福島現在就是他們現在也沒有重啟喔 那沒有重啟也完全沒有問題喔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說日本在栽田 他們是有54個爐 如果連兩個那個高速衍生爐的話 他們是56個爐 然後他們對核電就是 核電佔發電設備24% 佔發電總量是31% 就他們的依賴率是三成 可是你看他2014年他不轉也都完全沒有問題 為什麼他們完全沒問題呢 他們第一個他們去發展綠電喔 那很多人說哎綠電不可靠啊 就像不管是那個馬英九或是所有 包括我們現在人員局的副局長喔 他們都不斷的籌劃打壓綠電喔 那綠電你看他們只用了一兩年的時間喔 整個九州 九州市面積跟台灣差不多大喔 他們就已經有了喔 就是七個反應爐的份 所以他們在連那個九州電力公司都承認 在夏天最熱的時候 他們只要綠電就已經夠了 戰身人員他有七個反應爐的份 他那樣就已經夠了 然後整個日本喔 就是只是這一兩年 他就多了十二個反應爐的份 所以你看他們完全沒有問題喔 就是31%的依賴率喔 就完全也都沒有問題 那這非常發展的綠電是很快的喔 那他們看他們會把鋪一鋪 就一下就有了 然後加上滴熱加上潮汐喔 那這些東西都是台灣的條件 比九州還要好很多的 那或是他們說 日本有算過 如果把所有的那個燈泡 來日光燈換成那個LED的話 他就會省下十三個爐的份喔 你看就是說這都是非常非常輕而易舉的喔 就他們從發展綠電跟節電這兩方面來著手喔 而且發展綠 就是說 所以他們這就是31% 但是2013年跟2014年 他們增加的火電的進口喔 只增加了6%跟增加5%而已喔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因為 就是說你廢核喔 或是你停轉 而發生任何的問題 他們經濟照樣好喔 就是說 甚至是 就是說泡沫經濟崩潰以後 之後最好的狀況 所以完全沒有問題喔 那可是就是說 而且就是說日本人知道 就是說 事實上現在福島核災 完全還是一個進行式喔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就說 到底就是說福島核災現在是怎麼樣呢 第一個 就是說福島縣政府 就是說他在去年的12月就公佈喔 日本就是因為 就是福島縣本身喔 因為核災關聯的死亡是1806個人 是多於那個就是直接因為海嘯或地震死亡的人 那所謂核災的關聯死喔 就是因為核災而自殺 或是因為你在那個逃難 避命的逃命的那個過程中喔 因為政府沒有把詳細的資料公開 很多人從地激量逃到高激量的地區去喔 他可能因為這樣死亡的 那或是就說災後 他可能因為就是本來就說那個搬遷喔 或是在自己不適應的地方 或是他的藥物啊 的供應或是醫療的體制 沒有辦法跟著一起遷 或是有人住在那個 就是到現在為止還住在那個 那個拼裝的那個 那個組合屋裡面喔 就他們也都就是非常被 就生活非常痛苦 所以到現在為止 就說福島因為核災而死亡的人 已經有一千個 八百多個 然後就說其中自殺人數非常多 然後東電也已經承認喔 是因為核災而造成的死亡 也賠償了其中的一個官司喔 陪了有一個老太太 她因為離開自己的家 她非常傷心喔 所以在回去探望的時候她就自殺了喔 所以那陪了4900萬日元喔 所以就說連東電都承認了 這有這麼多人是為了就是核災而死亡 然後包括福島核一的場內喔 東電自己公布了就有九個人是死亡的喔 那其他當然更有無數喔 他們說數十數百 甚至更多人數喔 那些都是就是轉包再轉包的核電工喔 那一開始東電就叫他們寫切結書 說你的健康跟東電無關喔 跟核電廠無關 那就是說東電自己承認的都有九個人死亡 其中也有急性白血病死亡 可是東電會說這跟核在無關 你相信嗎喔 就是說沒有人相信 可是連東電或日本政府都不敢說 福島核在沒有死人喔 然後最可怕的是喔 就是日本政府在就是也剛公布了喔 就是說這都是日本政府的資料喔 就是有一百一十二個小孩喔 罹患了甲狀腺癌喔 那福島的兒童是三十萬人喔 他們是算到十八歲 那就有一百一十二人喔 而且這還是一個開頭而已喔 因為像那個日本是 就是說他們在災潛喔 他們是很會吃很多海藻的那個民族喔 所以他們不大會得甲狀腺癌喔 所以是本來災潛是一百萬到兩百萬 才有一個小孩喔 成人是稍微多一點多幾個喔 比那一百萬到兩百萬個小孩 才會有一個小孩得那個甲狀腺癌喔 那現在才三十萬個小孩 就有一百一十二個人得到那個甲狀腺癌喔 可是日本政府他們雖然公布這個數字 他就說這些小孩他們都是在災潛做得到 你能夠相信這樣的事情嗎喔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可 就是說非常悲哀的事情 因為甲狀腺癌是WHO世界衛生組織喔 他唯一承認喔 就是說跟那個就是輻射直接 傷害是直接有關的喔 所以這個東西他是沒有辦法 呃完全沒辦法擺脫責任的喔 可是即使這樣子他們也還是說 這跟核災無關喔 然後你知道就說 欸很多人以為那個輻島核一 是不是早就收拾完已經過了四年喔 大家不要想那麼容易喔 因為事實上到現在為止喔 四年以來所有收拾核戰事情完全沒有進展 而且越來越惡化 那你不要也覺得說這是年歲 歲月經過就會解決喔 事實上你知道像那個車洛比他已經經過二十七八年 他到現在為止 現場也還要有幾乎五千人在守喔 那輻島核在更不用說喔 他現在每天也都要八千人在守他 然後而且事實上他完全沒有辦法做任何的事情喔 他四年來做的什麼事情 就是不斷的灌水去維持他的冷卻狀態 那那個灌進去的水 他就變成高污染水出來 那這些高污染水他就蓋了很多的水槽 用煮了很多的水槽 現在整個那個輻島核一裡面都是上千個大水槽 就是一千噸的大水槽 都在儲存這些高污染水 然後那污染水他又一下子就會露出來 就製造很多的死點喔 就是你如果沒有拿著輻射針 你站在旁邊沒有一小時幾小時 就一下就會死亡的那種死點 就沒有辦法靠近 就核摘又跟普通的化學工廠的爆炸啊 或什麼完全或是車禍現場完全是不同的 他就是沒辦法靠近 他那句讀到現在為止 福島核一的一號二號三號四號 場內都還沒有辦法進去 有個地方可以稍微他們用那個就是用鋁的很高的墻 稍微擋而可以進去一點點 就還沒有辦法去靠近喔 所以就是這是一個真的是一個很無奈的事情 四年來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灌水 那每天有大量大量高濃度污染 輻射污染水還繼續 至少冬天承認了至少有六七百噸 還每天流進去 那他們最近上次又承認如果下雨的時候 有的地方擋住又會多幾倍流進去 冬天又到最近又承認這個事情 那每次公布的那個水的濃度 有時候一下子差一千倍喔 所以就是說你已經就是覺得 這完全是一個非常非常絕望的事情喔 因為像我們大家知道 就是像台電廠內他那些核廢料的處理喔 只要一公斤超過一百倍克 大家記住這個數字就好 一公斤超過一百倍克就是叫做低階核廢料 那他就是要嚴重保管喔 然後又要放在桶子裡面才行的東西 一公斤超過一百倍克 可是像東天他一直到2013年 他都還會抓到魚是二十三萬 一公斤二十三萬倍克的東西喔 你看這都是人類史上超標 非常非常無奈的事情 那我其實本來很不喜歡說我自己的事情喔 我自己是在那個福島合一的那個 離那個福島合一喔八十公里多的 八十幾公里的立木縣的那須高原喔 那上下我們買了三百多坪的地喔 然後蓋了兩棟房子 一棟三十幾坪一棟七十幾坪 換我十萬冊長書跟二兩千多件的陶瓷器喔 我自己收藏的東西 我覺得我老後實在是 我一個非常優雅的老後可以享受 可是現在栽後我完全回不去了 那很多那個永和平啊說我胡扯啊什麼東西 納需沒那麼高喔 那我是比較慶幸 因為去年那個立木縣政府 他來給我們策定 他派了一個團隊來策略 他就認定我是那個污染嚴重的那個房地喔 所以就必須要去 要除去複色污染 那可是他要徵求我的同意喔 那就是說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除去複色污染以後喔 就說他也沒地方擺 所以他就說要徵求在你的地皮裡面挖一個大洞 所以他要在我們 他譬如說他把我的那個草坪把它砍了土壤 削了五公分 然後出了一大堆那個複色污染的污土喔 那他要怎麼放呢 他就是要全部埋在我自己家的土地裡面 挖在坑裡面 實在是讓我哭笑不得喔 就是說你的複色污染除了以後 還是要放在你自己的土地裡面 放在你家旁邊喔 所以就整個是一個很無奈的一個事情喔 所以很多的日本人都拒絕除複色污染 因為沒有意義喔 因為大部分九層的複色污染 都掉在附近的山林 那那個山林他就是一次風吹雨打 還有全部那個又吹到你 剛刮完的地他又給你吹到上面去 你完全是很無奈 車漏比當初也做過一些除複色污染的事情 可是發現根本沒有用啊 那他們現在也是啊 他們現在就是你看到一大堆那種黑色塑膠袋包的啊 那裡面就是除複色污土啊 那個樹根樹皮等等喔 那些東西每天放 那他們現在最近終於說要再放在那個 就是大雄丁喔 就是那個原雙葉丁 就是兩個已經完全絕對回不去的地方 然後要把它堆到那個地方去 那要蓋好幾個像東京巨蛋那樣子的東西 就是把它埋了 就是放在那個地方 可是問你那個地方現在也有兩千多個地主 現在才要開始去探 所以你除複色藍根本沒地方擺 然後在他們在那種 譬如說他們就說在小學啦 或是幼稚園公園操場啦 就因為那小孩子在進出的地方就去除 除了以後也只能放在旁邊 然後那個就是用一個藍色塑膠袋 把它蓋一下 因為沒地方放 所以就整個是一個非常非常無奈的 那就像他們現在就是用水去把它浇那個藍藥棒 藍藥反應爐 因為它去灌水讓它維持一個冷卻溫度 可是現在那個就是說 現在那個福島合一的三個反應爐裡面的那個爐心 就是那個藍藥棒 它已經就是融毀融出 已經融出為主體 已經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這也是人類史上沒發出發生過的事情 那東諺自己就是說 它瘦命二三十年後 它會發明一個技術 可以去回收那個藍藥棒 所以你說這整個是一個 完全是一個鬧劇 然後那個水只要下雨 它那個高污染的水 又溢出更多去海裡面 所以就是說拜託各位 真的帶非常嚴愛的那個魚類 魚配類是一定不能吃的 我們一定不能輕易開放 除非日本政府每一件東西 它都測了虎色物質 否則不能輕易開放 你去看到日本的超市 它每天剩下的就是太平洋 它是寫太平洋沿岸北岸 那就是福島工程一代 工程線這一代的東西 那其他他們日本政府 從去年的四月開始 就都不測了 你知道像那個玄蜜桃 或是柿子 或是藍莓 有很多的水果 它就比較容易 就吸收輻射物質 尤其是鼠類 或是水類 或是菇類的 都非常嚴重 到現在為止就是說 民間去測的也都還有 一公斤幾千貝克的 那像大家國人常去玩的 就是像日光 他們也曾經有找到 有一公斤三萬貝克的香菇 那菇類跟那個就是水類積 都是非常容易吸收 就是到現在 車諾米和在都過了二三十年 現在歐洲有些地區的藍莓 都還是會含有很嚴重的 所以就是說它很多的東西 那像魚的話是深海魚 像比木魚之類的 大家很喜歡吃 還有安康魚 它如果是那一代的一定不能吃 那可是問題是說 日本政府從去年 連深海魚都不撤了 所以他們現在花了 又花了好幾百億的廣告預算 在日本國內外辦很多輔導 就是食品的展示會 它表示展示會 它表示說輔導已經沒問題 而且我覺得最可怕的是說 日本政府自己 他們說有經過檢測等等 那就說去跟日本人說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台灣這兩天 就突然一大堆就說 福島可以回去了 福島的米 可以吃了福島食品 很多的資訊在網路上 一直散播出來 那我不知道這是哪一個單會散播 那我想就是說 散播人應該自己先去吃 那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也很同情福島的人 很多人說你這樣 你每天在批判這些事情 你福島人也要活啊 你為什麼還這樣 就是說那個 就是做這樣的事情 你怎麼忍心做這樣的事情 事實上就是說 如果你去幫日本政府 去掩飾這樣的事情 因為日本政府是 假裝福島是可以回去的地方 事實上 日人福島是回不去的地方 可是他們假裝是可以回去的 他們現在去做民意調查 也還是只有一層或兩層人想回去 大部分人都不願回去 尤其有孫子 有小孩的人 不會想回去 就污染很嚴重的地方 很多媽媽說 政府是強迫我在當地 去殺害我的小孩 所以那是一個非常非常殘忍 應該要讓日本政府 去承認那個事實 然後承認就是說 湖島有些地區 是不可能再回去住的 就像他來給我清我的房子 可是那個房子就是不能回去住了 很多那個就是朋友就跟我說 恭喜你三百年後 你就可以回去用你的房子了 所以你說這是實在是很可笑 那就是說比起福島人來說 我還有一個東英的家 那福島當西岸為止 也還十幾萬人 十幾萬人需在政府的 那個就是貼骨下在逃難 那可是要是自己家裡有幼小孩 小孩的話 他們就是有幾十萬人 這是日本的神戶新聞統計的 就是說他們自費避難 就只好只好移到別人 很多人是那種先生還在原地工作 然後親兒在外地 就是在外地生活 就是為了怕小孩不要再留在原地 因為你留在原地的話 你吃喝那個水 都是每樣東西都有問題 那空氣也當然是都不能吸進去 所以這個小孩子不能去外面玩 這樣的生活呢 維持多久呢 所以很多人最後都還是決定 離開福島 那沒有辦法很多人牽到沖繩 甚至有人跑到 有錢人就跑到國外去 甚至比較沒有錢 甚至覺得到菲律賓到泰國去都好 所以這整個是一個 蠻悲哀的一個狀態 可是就是說 這個現實是還在的 現在日本政府在鐵湖 也還有十幾萬人 他們是有家歸不得 而不是無家可歸 所以這是一個 就是說是一個很慘的狀況 而且像那個福島 就是112個小孩自癌的事情 這還只是一個開始 因為要是根據車諾比的話 是那個3年到5年開始會增加 然後大人的話 講中現在還是5年到8年開始會增加 而且現在就是福島線有關於 譬如說氣管方面的癌症 或是其他相關跟輻射相關癌症 也很明顯 在日本人的德的比例裡面 它都是不斷的上升 而且就是說很明顯 它的分布是跟它的那個 輻射物質的多寡 是重疊 是一致的 就是輻射明明就是會讓人 會傷害人到這種程度 那而且就完全是一個無解 那像剛才說的那個 除去的輻射污染 你知道它的費用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那日本的那個 它完全除不掉 那就算真的要去除 它是要八百兆啊 這是東大的教授 而宇隆燕他平估了 那八百兆是多少大 八百兆率也是多少呢 是十個日本國家年度的預算 那就是十個 就說十年日本國家所有不吃不喝 不搞教育 不搞交通 不搞衛生 不搞福利 你才能夠 就不搞國王 什麼都不搞 那個錢都全部拿去除去污染 也還能不能夠成功都不知道 所以這整個完全是一個很無奈的問題 不過你看就是 我是覺得日本政府做的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非常惡劣 可是我是不相信 就是說在台灣如果在台灣發生 台灣政府會做的更好 因為他至少他還打電話 就是一直不斷跟我聯絡要去測量 那表表心意 就是說他雖然除去的輻射污染 還要埋在我家的土地 那我的家就變成是災鐵的 就是說比我東京的家是超標的 十幾倍到幾十倍的地方都有 所以你看他是離八十公里 很多人都覺得說 是不是就是說離遠一點就沒問題 那也不是只有離八十公里的地方有問題 就像千葉的那個有一個叫博士 那個市長宣布全市都要阻握 因為他非常聯絡 小孩也都是流鼻血等等 他也是就是因為風箱跟地形的問題 他那個就是輻射成會跑來跑去 當天他吹什麼風 你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整個就是核災的狀況 是非常非常無奈 所以像我去年剛去訪問的那個宮崎俊 他還在呼籲就是說 其實福島還是應該要放空的 其實不應該住人的 你知道他一個數字就是 每平方公尺如果超過四萬倍克 他就是輻射管理地區 就是跟醫院的X光一樣 人不能進去 小孩不能進去 可是你知道日本就是說福島 或是他周邊非常多的地區 他是他的那個就是土壤 現在都是那種十萬倍克到三十萬倍克 甚至有六十萬倍克的地方 可是那個地方現在還住小孩 住很多的人 大家都還住在那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事 殘酷的狀態 那他現在只是過了幾年 譬如說色衣三七 踏半衰期是兩年半 所以他現在來扯的 他是去年來扯都過了三年 色衣三四 對不起 色衣三四是兩年半 他已經減了一半 他還測的計量已經是 核災發生的時候已經少了 然後幾分之幾 所以就是說 他那個就是來測的時候 就已經比較低了 那可是量子也還是超標非常多 所以就是說 我大概有生之年 就已經沒有辦法回去了 所以就是說那 可是至少我還有一個東京的家 所以我就基於葬心 我就覺得就是說 一定不能讓台灣發生 而且台灣是在福島核災之後 已經再三被世界所有的研究機構 或者是那種權威的科學雜誌 這項指明是全世界最危險的核電廠 那就是說如果是全世界是十四個最危險的核電廠 我們核一到核四全部都上榜 然後如果說像英國自然 他做的就是以老朽程度跟地震等等這種條件來評比的話 就是全世界最危險的三核電廠 就是那個亞美尼亞 因為他是老式的那個二四的那個 就是那個俄國式的那種反映儒 他是全世界被認為最危險 其他兩個就是核一跟核二 當然就是在場也有賀國式 或是很多的各位的前輩還有那個田委員等等 各位在場大家都知道都比我更了解 台灣的核電廠真的是太恐怖 所以就是說很多人出來以為核四問題 就是只有核四問題 當然不是只有核四問題 我從兩年前開始就不斷呼籲 其實我們的老朽核電廠才是更恐怖的 因為就是說他已經全世界說你都是這麼危險 那這為什麼說是這麼危險 就是說像如果以日本現在的基準來看 我們就是三個真的是我們三個核電廠 就廢多少次都廢不夠 就是說他任何一個條件都得廢掉 第二個我們跟日本一樣是在全世界地震最平衡的地方 可是就是說地震發生最多的地方 可是我們三個核電廠完全不耐正 就是說你看我們核一只有0.3G 0.3G是什麼意思 根本連那個普通的房子都不夠 我們在911之後已經把所有的房子 都是建築條件是要0.33G 所以他只有0.3G 然後上核就是核二當核四都只有0.4G 都是日本的一半而已 所以就是說他這個比起來就是說 跟真的是差非常遠 那就說那根本就是而且都是蓋在 就是都在活斷層邊 在地底條件 這已經所有的專家已經一再指出了 那這個東西在日本也都是指好廢物 那更可怕我想大概就是有一些事件 大家都可以發現 譬如說像核二羅川事件 我想包括田委員或是在座很多 各位也都為這件事情努力過 那這件事情是因為有內部告發 然後大家才卸出來 而且是不然還沒掀出來 他可能就是大家可能記得 在2013年 2013年的那個2月的時候 他就是那個核二的那個一號機 他發現有就是其實是有三十幾根都有問題 那其中大概有七根是幾乎就回事很厲害 有斷裂等等不能不壞 然後台電就跟你說說 他台電都不說 他甚至就要重啟了 那你知道那個就是那種 毛蒂羅山是把反映如所在基座上 是要跟如一樣 不會壞掉跟如同壽的 你知道福島合一即使他過 他都比那個福島合一他壞掉的時候 他也都沒有 羅山全世界沒有發生過羅山壞掉 那也是因為可能就是那個腐蝕的原因 可能是很多 那我覺得就是說 所有現在我覺得我們三個核電廠 其實都是爛爛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叫老舊核電廠 現在台灣的環盤是叫老舊核電廠 我覺得是非常客氣 我比較喜歡用日文說的老舊核電廠 他應該整個都是爛爛的狀態 所以他那個羅山都爛掉 那他那個羅山一顆原價是一千五百塊台幣 可是因為他沒有計數 所以他只好拜託那個基伊日曆 因為你知道基伊早就不生產 很多人包括有些民進黨的人都來問我說 他說他說這樣子會不會得罪美國 會得罪基伊 基伊早就沒有再搞核電了 他那都賣給日本了 所以是基伊日本來 那個是來搞那個核電 來修的 所以他六根就修了 花了衣 那大家都說很貴 那他說第七支說 因為附近管線太多 因為全世界沒有人換核電 他那種埋進去旁邊都是管線 管線都長期被終止去鋪設 他根本就是已經是非常污染很嚴重 沒辦法靠近 他是用人命不斷換才能夠去把那個換出來 所以後來監察院的報告才發現 他第七根是花了八千萬換的 所以他只有一根也要花八千萬換 所以台電外圈什麼技術都沒有 他不管是基礎或是燃料 所有東西全部靠進口 連回修也全部靠進口 那大家都知道最近不是那個 合一發生那個把手脫落的事情 連他都是爛掉 那東西掉下去 那他爛掉 他也完全沒辦法解決 那就是說這個狀況 等一下就是 如果那個就是賀博士願意幫我補充 他各式各樣很荒謬的事情 是就是說 是太多太多 那他那個掉下去了 他就是沒辦法解決 他還是要問外國 等外國工程師來給你解答 他完全沒有辦法測 沒辦法去控制 就是說台電其實對他現在整個狀況 完全沒有辦法 沒辦法一個就是解決問題 而且像合一 合一的問題 也不是只有那個把手掉下去的 因為包括就是 媽紅的一位很有名的女士 她就跟我說 她說他們去合一參觀 結果我就進去 藏那個輻射真摯機 就嗶嗶嗶一直叫 那她就說為什麼 那合一的常常還跟她說 欸要不是這樣子叫 就表示我沒在做事喔 你看她那個輻射外線那麼嚴重 後來過兩天就發現 原來她的儲存 用過燃耀棒的燃耀池 它漏水 那你看就是說 她一天到晚不是這裡出問題 那個問題 哪裡出會問題 而且就是說 合一還有什麼的問題 就是催化問題 那像催化指數 台電也從來不公佈 像日本就是因為玄海一號 九州的玄海一號跟二號 它的催化指數非常高 所以它現在不敢身體重啟喔 那什麼叫催裂指數 你知道就是核電反應 它必須要維持一個很高的溫度 然後它長年燒 可能因為你超太過頭 它就是一直要維持 譬如說要維持98度 玄海的核電廠就是這樣 一直要維持一個98度的 那你如果突然冷卻 它就突然會爆掉 你知道就很像那個鐵達尼號 那個時候的鋼筋 它碰到冰 碰到冷 突然碰到冷 它就爆掉了喔 所以就是說 合一有可能隨時會爆掉 這種可能性也很高 那台電也不告訴你 催化指數 當然很多人說 台電已經沒有辦法告訴你 因為台電它根本沒有辦法做維修 它現在就是因為它的燃料池已經滿了 那它每次現在最近的那個檢測的 就是維修的時候 它沒有如數 沒有辦法把全部的燃料方抽出來 它就用一個水頭攝影機 隨便進去看一看 那樣子就是就算 所以它也沒有辦法告訴你 它的催化指數到 催裂指數到底是多少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恐怖的狀態 那像這種檢測方 就是說維修的時候 根本沒有辦法拿出來 用一個說它技術比較進步 它就用一個水頭攝影機 進去看一看 這樣就可以的 那那個就是2012年10月 我曾經請那個金珠大學的和工學者 小兔玉張來 我就問他說 說台電現在用這種檢測 就是維修的時候用這樣子的去監測 這樣是可以嗎 他就他突然間大笑 他說這世界上沒聽過的事情 就台電非常非常恐怖 都在做全世界就是沒有做過的事情 都要拿台灣人當那個實驗 那最可怕的是 他們最近要搞那個藍尿棒的演繹問題 當然這件事 那個賀國師是最清楚的 因為他是 他要騰 他沒有空間了 所以他只好原來藍尿棒 因為按理就是說 你如果要再繼續維持運轉的話 你要把老的藍尿棒拿出來 可是他老的藍尿棒放了池子已經滿了 而且熱滿的程度是超過原始設計的四倍 這個就是法國世界報在兩年前的 就二月已經指出台灣的藍尿 我們不是只有 殼電廠是全世界最危險 我們連藍尿棒儲存方式也是全世界最危險 已經指出來台灣的藍尿池而除 藍尿棒儲存方式隨時會釀災 然後他現在就是 要讓藍尿棒 他叫做全世界藍尿棒黏液 就是說他繼續讓它燒 按理 其實藍尿棒就是 按理應該是 就說要燒十八個月跟燒十二個月 應該是不同種要特別去訂 那反正台電已經讓他燒十八個月 其實都已經是到 超到爆爆爆 你再燒得太過頭 他一定會出現其他的反應 而且他很容易會爛掉 會發生其他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而且他為了這樣子又更改 違反所有反應物的原理 把他的位子亂喬 就在裡面亂喬 非常非常可怕 你知道福島核栽非常幸運的是 就是說他那個時候發生 那個核災地震的時候 他因為就是說他的燃尿棒 他的控制棒是有插進去 所以他有停轉成功 那可是要不是像台電現在這樣去搞他們的那個 就是合一的把燃尿棒研溢 他很可能到時候就是燃尿 那個控制棒插不進去 他可能就會就是整個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停轉的這個狀態 那當然是一個更可 會引起的那個狀態是更可怕的 那我覺得就是說 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不是只有這樣子 就是說合一合二的問題 還不只這樣子 合二還一直說在那個 當去2012年的2月的時候 他宣布 原來會宣布重啟的 就是說他把那個螺酸 毛蒂螺酸 換完以後他宣布重啟 然後他重啟的時候 當天他承認 他的螺酸側板是裂了29公分 那你要知道 這是兩年前裂了29公分 現在大概已經都裂了40公分 然後原來會室友去照台電要做一些補助措施 原來那個台電說他等5年以後再說 你看還有這樣的事情 然後而且事實上就是說 那個側板 螺酸側板裂了 像德國他是裂了10幾公分 他們就廢爐了 我們裂了30公分也沒關係 然後還要現在大概應該已經40公分以上了 我是不知道已經多少公分了 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狀態 這些事實他們也都不告訴你 到底現在是裂到什麼程度 所以整個我覺得我們的那個 就是把他廢多少次也完全不可惜 而且就是說 要是現在你一天不廢的話 他就可能會發生問題喔 那我是每一次每一次我都很提心吊膽 我覺得這些老血核電非常恐怖 然後最可怕的是 就是說因為我們把核式封存了 他們就沒有提款機了 所以就是這些核電幫他們 又要再搞新的提款機喔 那一個新的提款機 就是三格核電廠的研議喔 他們還想把它研議20年喔 你看多恐怖 你現在沒出事情喔 你燒了三四十年沒出事 就已經是真的是天佑 台灣很多人都說 不會吧 那個老天會對台灣很好的 那我覺得我們的運氣已經用完了 你不能再讀喔 就很像送船機場發生事件的時候 事故的時候 大家都說我們不能再讀了 那我覺得我們真正不能再讀的是核電廠啊 所以就是說我這次 就是說整個回來想說的事情就是我們不能再讀 我們的運氣已經真的已經用完了喔 我們就是不能再讀 因為它明明就已經爛爛的 然後台電也完全它沒有技術 任何技術能力可以控制 它憑什麼要每個核電廠要幾百億喔 像他們已經有開架 林中央老師開架每個核電廠要五百億 要一千五百億 那那個時候是施延榮部長的時候 他是開架一千一百億 三格核電廠一千一百億喔 他們就是要想再搞一筆錢來開一下 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可是他們沒有任何的技術 而且我們的核電廠是已經完全不能 長年以來台電都是不修理又不休息的狀態喔 他們這樣子還跟世界上一些不管不重視人民的國家 在聘運轉率跟中國啦 或是東歐的一些國家在聘世界一二的運轉率 他們還很多人說你看我們的運轉率比美國 比德國都高 那是因為德國跟美國都很重視國民的生命 他們有照常有去有把機 有停機組有停下來有停轉然後有去修理 可是台電完全沒有 他是像日本的普通的大修 他們是一年就修十二個月到十三個月 就停機下來修理 每次修只要修四十五天到六十天 台電說他技術比較好 他只要修二十四天就好 而且他是十八個月才修一次 那我想有開車的人都知道 你那個東西不會修怎麼洗 而且日本是會把所有老朽的東西都換成 跟新的差不多 可是就算是這樣他也是會出事的 那台電怎麼可能 那台電怎麼可能 而且我們的核電廠真的都是完全是那個不防震 他不休息又不修理 我說不修理是真的 就是像他和那個毛定羅算要不是 裡面有工程師跑出來告狀 說要是台電在二月二十都不換 不做任何處理要重啟的話 就是不換的話 我們要全部都要賣房子 有好多的工程師出來告狀 所以我們才知道有這個事情 才知道他在停機日之後發生一個 就是超過那個容許限度的一個 好幾倍的一個震動 那就是說才知道這件事情 如果不是裡面有內部告發 所以台電現在就對內部的人管制非常嚴格 不准他們再出來說什麼事情 所以非常非常恐怖 他完全不修理 所以就是我覺得非常恐怖 然後現在這些就是 這些人他們只是想要多一筆錢來花而已 就是要繼續去研溺 那我覺得非常恐怖 我是很希望就是說 台灣要趕快的廢除 就是要趕快把核電停轉 因為為什麼呢 台灣完全不缺電 因為台灣我想提醒一件事情 大家都忘記了 台灣是全世界有核電國家裡面 對核電的依賴最低最低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現在隨時都可以廢格 那台電一天到晚來給你恐嚇說會缺電 那他們提示了說 你看現在只剩多少電 他提示的是一個叫備轉 還不是備載 是備轉電 就是說我今天準備拿多少電出來讓你們用 那叫備轉 不是說他的設備有多少 那是備載 他有很多的備載 長年以來都是剩兩層到三層 那他現在故意公佈一些數字好像變得很少 其內都是騙人 台電就是長電 日本也是一樣 他們有叫 那個日本叫電力卡布西 這是神引 他不是神引 卡米加士 卡布西是那個神引 他是電力 他長電 台電也是一樣 他們就有附核電的國家 常常會做這樣的事 他其實有很高的發電能力 那可是事實上現在日本 既然做這些事也都寫不通了 還有一個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完全 我們完全不需要核電 我們是全世界有核電國家 對核電依賴率最低的 我們就是說 我們只佔我們的發電設備的10.2% 這根據能源局的資料 然後只佔我們發電總量的16.7% 這是因為台電故意讓其他的發電設備 都讓他休息拼命轉核電的結果 才會變成他是16.7% 那就是說我們要是現在隨時 我們要是金融我們就會宣布廢核 那我們就是全世界最快廢核的國家 你看 我們要台灣要得世界第一很不容易 而且事實上就是說 包括許多日本專家 我知道就是日本一個研究自然能源最有名的 是叫范園哲 然後他到台灣來好幾次 他說台灣是自然能源是最豐富的地方 不管是太陽融光電蓝潮汐發電 或是就是包括那個封地 你要是因為台灣人口比較密集 你搞那個 就是說你搞在那種人口密集的地方 當然會有噪音的問題 引起很多的負面的效果 所以就是說你可以搞離岸的風力 或搞在人口比較稀疏的地方 然後我們還有地熱 有溫泉的地方就有地熱 可以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所以像日本只有 這只要一兩年比你蓋任何火力化電廠 當然又不蓋核電廠 它需要時間更短 一兩年日本就可以多12個反應爐的 那像他們把LED就都換成LED的話 是審13個 對不起 剛才是說他們已經發展了 就有多了12個反應爐的份 那如果把它換成LED 就多了就是可以審價13個反應爐的份 像最近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個漢城索爾氏 他們就也是審下了就是一座核電廠 就要 就說 就說 你要審電也很簡單 要發生在於身體也很簡單 那日本也是 他除了就是發展綠電以外 他們也提倡節電 那快樂節天跑 隨便一本書都有150種以上的方法 很多祖父有提供很多的智慧 那最終其實民生節電的那個就是 他的範圍還是比較就是比例還是有限 最主要是工廠家就是工業節電 那很多的節電很多的那個企業都節電很多 就像汽車產業它本來也是高耗能產業 他們也說他們可以學一下就節省兩成 那最有名是一個小松製作所 他在台灣也有分公司啊 可以去請他來幫我們設計啊 因為他是節電50%成功 所以他們現在就賣給很多的廠家 他們的節電技術喔 所以就是說日本在災後 他即使是依賴率31%的地方 他也是啊 就是說他只增加了火電的進口 進口量只增加5%增加6% 全部停轉也都沒有問題 我們只有就是說我們全部就是發電量喔 只佔16.7% 然後發電設備只佔10.2% 我常常說依賴率 依賴率就是說他佔發電設備 才是國民對核電的依賴率喔 那他佔那個發電總量 那是台電自己對核電的依賴率 不是國民對核電的依賴率 我們看到很多的設備 然後他每次就是最近 包括我想有成為話題的一個事情 就是有一位就是荒野相關的 有一位講師喔 他出來說說 因為反核的人都沒有提示那個替代能源的部分 所以他贊成穩健解核 因為他這次又不參加那個廢核遊行喔 那當然我不知道背後的原因是怎樣 我想這次有很大的誤解 第一個喔 就是廢核是不需要替代能源的 我們替代能源是要那個是替代火電 不過核電是不需要替代的 這個錯誤的命題喔 不管哪一個黨都常常在說 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後去糾正他們這些事情喔 那核電是不需要替代 現在就可以廢核的喔 然後就說替代是替代火電 那台灣我覺得最不可原諒是 我們是全世界的 就是唯一在福島災後喔 唯一核電 就是就是說為了要擁護核電不斷打壓喔 重化綠電的一個國家 我們是唯一綠電沒有成長的國家 這完全是不可原諒喔 包括中國印度 他們現在在生產源的比例都超過核電喔 為什麼只有台灣是 就是說完全跟災減一樣 台灣是全世界最應該寄取古島教訓的喔 因為台灣是下一個被指明是下一個最可能發生核災的地方 那喔 下一個最可能發生核災不是只有核四會發生 是現在在運轉的這三個最危險的那個核電 核災是不是說你那個日本發生過以後台灣就有免疫的耶 不是 下一個核災不會等你25年喔 因為從車諾比到那個湖島核災是等了25年 可是現在所有的核電都已經非常老朽了喔 所以隨時可能會發生核災的喔 核災是沒有貶抑力喔 不是說日本發生以後你就不會發生喔 然後我覺得最可憐的就是說 但我現在一直在說核一跟核二很危險 可能核三更危險 因為核三裡面資訊跑出來不要知道 就像核三有一陣子沒有廠長 大家也都不知道 你看 他可能我們對核三更是不知道 就像他在2013年的圈天一曾經發生一個大地震 聽說裡面真的一團爛爛 我們也都不知道裡面到底是變得怎麼樣 因為我們對核三是比較知道事情就比較少 那可能他核災也不見得是從最危險的核一核二開始 他可能發生在核三喔 那像現在在世界喔 就是危險核電廠排名還在我們後面的韓國的古里 古里核電廠他已經宣布要廢爐停轉喔 所以你看就說全世界大家都知道這個有多危險喔 就是應該要停轉 你看韓國人 大家都知道韓國人比他人更替氣喔 更不怕死 連他們都要停轉喔 所以我們早就應該也要做的事情喔 可是我們居然都 就是說還讓他不但不停轉 然後還繼續就是說還想要去研議喔 那最可怕的是說還有另外就是說 他們開了就只是為了要提款而已喔 還有一個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說 他們最近就是說為了想要能夠讓那個核一續轉 不然的話他們就別想要研議 所以要騰出一些那個藍藥池的空間 還在我們小年夜的時候搞了一個國際標喔 那就說要把那個台灣的就是用過藍藥棒 都送到那個法國去處理啊 他假裝是那個國際標 說是俄國什麼都有 其實是假的啦 其實那邊都沒有 那邊都沒有 就是說他其實限定條件 結果他事實上早就是主義那個法國的阿爾法 這家公司來做